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长肝入城 古时候,有个鲁国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竹肝进城 开始的时候,他竖着拿竹肝 可是城门太矮,竹肝太长,拿不进城 于是他就灵机一动,横着拿竹肝 可是城门太窄,竹肝太长,还是不能拿进去 这可把鲁国人拦住了,怎么才能进去呢? 竖着拿不行,横着拿还是不行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竹肝拿进城了吗?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从乡下扛来的竹肝,却无法拿进城 鲁国人很郁闷,垂头丧气地坐在城门边 过了一会儿,有个老头从他身边经过 见他唉声叹气,就问他怎么回事 鲁国人向老头诉说了发愁的原因 那个老头很自信地说 我虽然不是圣人,但是见识过的事情比你多得多 你为什么不用锯子把竹肝从中间截断,再拿进城去呢? 那个鲁国人听了很高兴,立即按照老头的主意 把长长的竹肝截断了,拿进城去 好好的竹肝再也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你看了这个故事后,认为老头的主意好吗? 你能想出好办法吗? 那个老头自认为很聪明,实际上却出了个很愚蠢的主意 这个故事说明,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 千万不可以自作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